第五章 妾室心计 次日安太妃声称自己头痛脚痛心口痛 让叶昭简单敬了杯茶 赐了对杨纸白一镯子给新人匆匆而去 留下掌席安王妃招呼 安王爷身有残疾 所以安王妃只是四品官员的嫡女 出身不够显赫 故生就玲珑心死 心知对叶昭太亲热便是得罪婆婆 对叶昭太疏远 就是得罪郑国公府和大将军 两头为难下 他只淡淡地说了几句提己话 里面却很诚恳地提点了不少重要的府中人士来示好 然后提前告退去安太妃身边市集 至于夏玉锦 他一大早就溜出门 从头到尾都未出现过 叶昭似乎魂不在意 他端坐太师椅 慢悠悠喝着茶 修长的身材 穿着大红胶领窄袖绣服 腰间系着松绿石 滔铁纹青铜腰扣 脚上黑色飞云踏步靴 长发用简单白玉栽竖起 配上轮廓分明略带异族风味的五官 更显阴气逼人 惹得小丫鬟们纷纷扭头 偷看了好几眼 事后的丫鬟小心问 君王爷的房里人都在外殿等着请安 要他们进来吗 好 叶昭琢磨着夏玉锦掌的美貌 他看上的妾室们 更应当是天资国色 想起军营难见女色 更难见美人 倒是值得期待 瞧着大门的目光 也略热切了些 吩咐 让他们进来 杨氏带着两个通房 慢悠悠地走来 湿湿然行礼 叶昭差点被口里的茶喷了 杨氏穿着绿色衣裙 灰鼠皮袄子 乌鸦鸦的发上 斜斜带着两只珍珠镶嵌的银珠花 带着珍珠耳钉 虽容貌平凡 但举止落落大方倒也罢了 那两个通房身上 妆束却是难看得无法形容 明明不适合浓妆打扮的美娘 穿着深紫色小耳 配着白色雕裙 纸粉擦得古怪 每一处都说不出哪里不合规矩 却每一处都搭配难看 让人无法凝视 轩儿子穿着过了时的旧衣 身上没有半点首饰 一发踏生的小媳妇模样 不失纸粉 脸色苍白 似乎随时能晕过去 这就是他家的妾室 想起皇上书家千娇百妹的歌女 刘参将军雇叛生尊的美人 余都捅家风鲁肥臀的胡姬 而自家夫君连看美女的眼光都不行 叶昭终于感到了深深的失落 失落归失落 赏赐还是很丰富的 叶昭从军多年 缴获战利品无数 按军队里的默认规则 最好承受 次一等的可留下不少 其中不乏蛮金黄族的珠宝首饰 他只爱武装不爱红装 再漂亮的首饰都入不了眼里 拿去赏人 毫不吝啬 杨氏口齿伶俐 极致端庄 虽不算美人 却很有气质 所以最得他欢心 便给了他一根蛮金王妃带过的黄金簪 雕刻成两只喜鹊 咸着两根珍珠珠料 绕着两颗龙眼式的蓝宝石 中间含着星光 在阳光下耀耀生辉 美娘得了对沉重的黄金镯 每个里面都镶着五颗大珍珠 轩儿得了对金耳环 简单的链子上吊着颗 枝架盖大小的钻石 上京的普通贵妇人 都未必有那么贵重的首饰 三个女人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美娘脑子一片空白 不知主母是何用意 结果首饰的手有些发抖 轩儿在琢磨 将军是不是想先示好 堵住众人的口 再一局把他们统统干掉 然后越想越想哭 叶昭对二人如丧的表情很莫名 寻思是不是十几年没回上京 再加上从不参加富人间活动 所以弄错了行情 把赏资给清啊 杨氏反应快 先赏钱谢恩 然后陪笑道 南平郡王府快要修建完毕 到时候郡王与将军 必定要吩咐令住 到时候不知下人 是从安王府带去 还是另买 还是仆役杂相 等各处支厨 房屋安排等 还请将军早日做主 夜昭听的直皱眉头 他军武繁忙 兼新军入武 良幼不齐 正是要重新调教的时候 他又是舞痴 回来有空余时间 也要练武 哪愿意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后宅琐事 可是事情却迫在眼前 不能不处理 他沉思片刻问 往日郡王的事情是谁掌管的 杨氏急忙接话 家中主持中会的是安王妃 郡王院子里的杂事 则是妾身与大丫鬟紫藤掌管 不过今年 紫藤得了恩典 许贝给大管事的二儿子 明年便要出嫁了 夜昭再问 你可识文断字 杨氏点头道 妾身以前为母分忧 也识得几个大字 不过看得明白账本罢了 夜昭很快拍板 做出决定 以后这些后院事务便交由你处理了 吩咐后的下人交给你去挑 以安王妃和王妃的意见为主 以后的人情往来 你也接下 斟酌着办 我不耐烦参与后院聚会 若是普通交际来往 能推便推 不好推的 把宗室皇亲的帖子 拿来给我处理 剩下的 你便代表我出席送礼 解决不了的 再拿来给我看 杨氏双眼发亮 连连点头称氏 媒娘与轩儿如醍醐灌顶 终于回过神来 想起南平郡王府是个特殊所在 别的官家都是以男为尊 娶夫人是为了掌管后宅 管理各项事务 义不容辞 而自家的夫人 却是超级大官 天下兵马大将军 管的是二十万男儿 压根没空后宅之事 自然要找人代理监管 而郡王虽然空闲 也不可能去做女人家的事情 所以他们家 没有琢磨宅斗的夫人 而是有两位大老爷 待吩咐后 能讨好江巡 掌管内务的妾室不是夫人 却有夫人的尊贵 那该死的杨氏 这些天日日在他们耳边 念叨将军的恐怖之处 拼命怂恿他们装着藏惠 就是为了今天出头 果然得偿所愿 明明将军长得那么帅 根本不像会吃人的妖怪 两人毁清了肠子 叶昭看了一眼三人 淡淡再道 帐房不需从辅助带去了 我军中以前有个账房 专门负责管粮草军需 忠诚可靠 形势很失妥当 如今年纪大了 正好来郡王府养老 媒娘和轩儿有空也去养一娘处 多走动走动 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们都是如花时节 正应打扮得漂漂亮亮 没事都在一起玩 不要太拘谨了自己 统帅便是用人之道要放权 只要他把财政权牢牢控制手中 用空房盯着妾室 也翻不出多大的浪花 杨氏抢得先机 好处多多 对现在的状态已经很满意 心里也是欢喜 而且他虽能处置普通人 却没有处置其他妾室的权利 不能干涉他们的行动和利益 更不能对郡王与将军产生影响 媒娘与轩儿对这样的安排 也觉得安心了不少 两人发现将军喜恒看美人 赶紧回房重新梳妆 戴上赏赐的首饰 打扮得漂漂亮亮 冲去侍候将军 重新邀宠 夜昭新婚期间不需畅潮 便去书房读书 留他们在身边侍候 媒娘妩媚 轩儿轻雅 一个盐墨 一个铺纸 红袖天香 各具风情 待夜昭去练武后 秋华和秋水大咧咧地跑过来 和他们聊天 自豪地夸要自家将军 当年在漠北万军丛中 取敌将首级的英雄气概 二美深不能置 心生向往 然后再看看将军风采 想想君王薄情 皆恨造化弄人 生生揉碎了心肠 就能用来说明天意味着 你不要用来说明天意味着 有点像一个乘势 来说明天意味着 你会说明天意味着